你追了一年 他答应了 是吧 对 你跟他后来在一起 多长时间 在一起也快一年 在一起的这一年当中 你有没有问过他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等了一年才同意 我问过 问过还不止一次 他的回答是 第一次萧西西 不告诉你 第二次开始松口了 说是对我的一个考验 你是怎么通过考验的呢 他在一年观察到了什么 觉得可以了 可能是我对他死缠烂打 加上去了解他的喜好 了解他的人生理念 最起码跟他保持三观相同 如果是我 我追一个女生 她一年后答应我了 我就会想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有另一个男的 他在他和我之间做比较 选择纠结 比较来比较去 比较来比较去 算了还是你吧 就是以我对他的认知来说 应该是没有的 那就好 我们就是瞎琢磨 我觉得女生 一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比方说 有个男生来追求 那也觉得 他是真的喜欢我吗 还是只是喜欢一些外表的一些条件呢 那我再观察观察 确认心意的观察 对 就其实女生给他一段的时间 不是说是静止的 他那个女生也在观察 观察在这段时间内 你有没有更好的向我靠近 刘畅 安嘉宾 你好 我刚才看你的VCR说 你们两位是异地恋是吗 对对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异地恋 其实很没有安全感呢 那个女生一直没有答应你 能不能是因为距离远 然后她也天天看不到你 这些原因 有过这种想法 但是后来还 我每个礼拜都跑过去看她 隔着多远 她在哪儿 她在徐州 我在南京 高铁一个多小时 那对于异地恋的话 有没有就是你心中的 一个距离的限制 因为我是在大连 然后老家是哈尔滨的 可能坐飞机 还有两个多小时 我全国可飞 只要你在 只要你想 我随时都可以来 随心飞